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一羽中定 且啊 但绝 好 可惜啊 这两个子 原不值一寒烟啊 谢丞相与两位下施夸奖 恕民女先行告退 三位的大恩 来日定当报答 啊 姑娘 姐姐 卫青 你没事吧 你要早不回来我就找你去了 等在这儿就对了 母亲当日省吃俭用留下这房子 就是让我们有朝一日能够遮风挡雨 这一路来 你有没有受伤啊 没事 你弟弟是谁啊 有几个人可以追得上我啊 你还说 姐姐 你们 如果刚才我不出手的话 马车就会撞到你 我怎么可以看到你受伤呢 这个我知道 我只是怕 怕什么 我们是不义小民 像寒烟这种当场红人 怎么会把我们放在心上啊 再说了 刚才 她只看到我们一眼 到现在可能连我们长什么样都不记得了 这倒是 没被当场抓住就是了 月娥 你怎么在这儿 你不是该去打扫厢房的吗 快去快去 快快 还有你 你怎么回事那么慢 快点 翘儿 你怎么在这儿 你不是该去给君侯送酒的吗 在这儿磨磨叽叽的 快点去 磨磨蹭蹭这么半天 气死我了一个个的 还有 佳儿 佳儿 你怎么在这里 你不是应该在回音轩练曲的吗 他们嫌我刚升上中品 不让我跟他们一起练 所以我就拿这些备杖赶快去绣了 中品也是歌姬 这种粗活怎么能让你去做呀 而且今天有相公来给女月相灭 可那些相公都是势力小人 要是眼缘不合 礼数不周 佳儿 你还是赶紧去装扮一下吧 母亲 你一会儿让我去练舞 一会儿让我去装扮 可是公主吩咐过了 她回来之前 这些备杖都得绣好 我来帮你绣 子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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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我分内的事 怎么好麻烦子夫呢 再说了 子夫今天也要相念的 来 佳儿 你跟子夫是好姐妹 子夫不会计较的 快去 快点 快去 快去吧 去 子夫 你放心 你这么帮佳儿 待会儿啊 我会去相公面前替你收拾好话 说不定你很快下品就升中品 将来我们佳儿当了夫人 一定会带你过好日子的 啊 啊 哎呀 侯府果然是山明水秀民康宽大呀 义公 这边请 好好好 是义公吗 啊 正是义某 我是平阳侯府二总管 大家都尊称我叫喜娘 正候着您哪 哦 喜娘喜娘 全叔 你退下吧 义公由我带着就是 哦 诺 翘儿过来 哦 你去拿些菊花酒给义公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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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义某偏爱桂花酒 是是是 还不快去 再备些桂花饼 哎 不必了 酒呢是酿出来的 时间越长呢就越纯 饼呢是蒸出来的 越鲜才越香 呃 这丹桂即为何时 那桂花饼不吃也罢 桂酒鑫 配些清甜的丹丽饼就好了 是 那你去把桂花酒和丹丽饼送到厢房去 诺 快 义公请 好好好 哎呀平阳侯大人真好 竟以厢房招待啊 哈哈 平阳侯府人才济济 当然不会怠慢 待会儿头一个来见义公的沈家 就确实是个人物哦 哈哈 七娘 长存馆 你已经带着他了 那义相公 我带他去相防吧 他是义相公 怎么可能 义相公由我带着的 你这人干嘛要冒认啊 我义某行不更名 做不改姓 你何处此言 原来冒认的是你 我没有 你说你是义公 小弟义寒 当然姓义啦 义水的义呀 义某厚义的义 哦 他是新来的厨房管事 这脑子什么时候才能激凌起来 见义了 见义了 不想过 这边去 来来来 小小厨头 一杯酒一块饼都那么挑剔 你是假扮高人 不知五味 何来凉厨啊 是不是去香房啊 下人 当然住下房 可不可以选择一下 能 柴房 哎呀 不愧是猴府啊 够气派 可是 柴火怎么那么少啊 够煮汤还是够烤鱼啊 这厚厨里柴火一定要够多 知道吗 我 周城老子得最好睡一觉 哎 拿个凳子放在那儿啊 以后我累了呢 可以躺在那儿睡一会儿 哎 快去快去快去啊 诺诺 都 都做事都做事啊 诺诺 别老看着我了 诺诺 诺诺 管事大叔 怎么了 乳迷用完了 还你 你 我是新来的 不 我是不是见过你 当年平阳县水灾逃难 城郊的树林里 我 我不知道你说的什么水灾啊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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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认得你手上的疤 就是你 我是当年那个丫头啊 哦 你是当年为我蒸米的丫头啊 我叫卫子傅 看到叔叔现在没事我就放心了 当年你不辞而别 我还以为你出事了呢 你都没吃的了 我还留着干嘛 况且我吃了你的饼呢 你家人找到你之后 跟我算账 那我怎么办呢 托叔叔的猴福 我真的找到自己的家人了 诺诺 都放到这边啊 好 等一下你们去屠房 选几块好肉 我来做肉肉 让君侯他看看我的功夫 诺 叔叔先忙 闲时再需 好 贵乐 天意乐 天意乐 苦意乐 母亲的夙愿 是向我和一家人不分开 可他一去世 常宗馆便把我们调到 平阳侯丰地的各处去了 还好允许我们进 每年才得以回来一聚 大哥 大哥 相信周有一天 我们一家人 一定会聚在一起的 是啊 姐姐现在时常 去找常宗馆说行 明知哪一天他心软了 就答应了 嗯 就是的 到时候 我们一家团聚 就 就 好 终有一天 一家团聚 拥搥 和消失 地 二天 二天 一天 二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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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天 疼不肯安安之得知 喜家其世 新山之间 喜家其世 新山之间 我爱吃的花椒肉啊 都让他们给吃光了 大哥他们难得回来一次 也该让他们多吃一点 还说呢 大姐从今天村带回来的橘子 都让你给吃 是你 这是冲罩韩大人犯人 给我抓住他 追 让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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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 让路上 让路上 让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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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有没有见过这么高的一个男子 到底见没见过 我藏犯人可是大鬼啊 我 我 哎呀 就是啊 有没有藏人 一搜就知道了 是不是 既然官爷不相信 尽管搜 我们平阳府的人呢 向来做事坦坦荡荡 一切都清清白白 你能坏了君侯的名声吗 你们真是平阳府的 当然了 不过要是你们真的怀疑呢 尽管搜 尽管搜一下 喜娘 你没事吧 哎呀 你们刚才是不是拿箭指着她 她胆子可小了 一定是被你们吓坏了 你们知不知道 她除了是平阳府二总管之外呢 她还是我们君侯的乳母啊 君侯要是怪罪起来 你们全都得遭殃啊 喜娘 你没事吧 哎呀 别吓我啊 哎呀 关大哥 如果你们要是搜呢 就快点搜 因为这车久啊 是君侯特意吩咐要置办的 在这烈日当同之下 晒太久可就不好了 还有啊 这车瓜菜很容易坏掉的 哎 哎 最重要的是她啊 她要是出了任何事情 我们谁都担待不起啊 哎呀 官爷 要搜快点搜啊 快快快 快 请 哎 走走走走走 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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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那边儿走 走走走走 慢走啊 我什么时候当过君侯的乳母啊 不是吗 我从哪儿出来的 嘿嘿嘿 可能是梦到的 好了好了 我们启程了 回府 卫青 你没事吧 我没事 哎 你怎么会在车上啊 难道官兵要找的人就是你 不是我弟弟的错 他得罪官兵只因救人 救人 救人 救人救得成了犯人 还差点连累我 要是我出事了 谁来照顾我的家儿啊 卫青 你在这里啊 君侯正找你呢 若朕如此 本侯定会言办 君侯 卫青带到 他 我要的就是他 下官一听说 这逃犯逃得 贵府马车附近 就不见了 下官一想 这要犯 倒像是君侯 带去狩猎的马 果真是他 跪下 你竟敢伤害朝廷命官 小人当时 君侯 下官一直敬重君侯 智家有道 谦和執政 定不会偏袒 枉固法纪的家伙吧 当然不会 还请韩大夫 带老管教吧 好 那下官就恭敬不如从命了 来人哪 君侯 君侯开恩了 看他弟弟侍奉多年 从无差池的份上 别让他们把魏青带 带走 放肆 韩大夫替我管教下人 替你叫弟弟 你非但不言谢 还敢阻拦 带走 韩大夫 错在我 是我没有管教好弟弟 我愿意一人承担 求你不要抓走我弟弟 求你了 姐姐 求你了 姐姐 我告诉你们 伤人撞车全是我一人 要冲就冲我一个人来 跟我姐姐没关系 不是 都是我的错 都是我的错 韩大夫 都是我的错 两个都带走 谁敢了 谁敢带我姐 要带就带我一条 走 走 这里没有你束花团 卫青 卫青 你两个都给我带走 谁敢 平阳公主 平阳公主 难得韩大夫 还记得我是公主 是皇上的亲姐姐 公主何出此言啊 平阳公主 如同韩燕的家人长辈 韩燕是一直惦记她 从未敢忘 记不记得我是公主 倒不碍事 但如果不记得 这里是平阳府邸的话 就姿势体大了 公主言重了 韩燕岂会忘记 身在何处啊 韩大夫 你知不知道为何曹家 四代为侯啊 因为先祖平阳义侯曹参 曾为高祖皇帝 平定天下 攻城掠地 身背七十件 兵将皆说 平阳侯曹参 功最多 好一个功最多 所以高祖皇帝赐府封帝时 朝中上下莫不尊重 我夫君 承袭爵位 虽无战功 但尊荣未尽 王侯将相皆以礼相待 韩大夫虽非重臣名将 但伴君已久 应知礼数 为何带这么多官兵来啊 回公主 此二人经官驾 伤朝臣 下官只是受君侯之命 带走犯人 以正法计 韩大夫 你也知皇上 这姐夫的性情 事事以退为进 他叫你带人走 是让你面上好过 你道个谢说一句 平阳侯府的人 应当由平阳侯来处置 那不就得了 韩大夫 你平日侍奉皇太后 和皇上 可不是这般没分寸的 先祖太上皇 为彰显平阳一猴功绩 赐此府邸时 特找来工匠于平封上 刻画战绩 高祖皇帝 将此平封赐予曹家 置予堂前 以显尊崇 从此堂上洁净无心 一臣不染 唯恐摘入先祖 今日 竟然有人 在此行凶 血剑堂前 该当何罪 公主恕罪 下官无心伤人 只是 这二人抗命 下官 只是害怕 有辱君侯尊言才 平阳侯府的人 从来都知道规矩 懂尊卑 如今这二人 竟然抗命不尽 看来 是本公主管教无方啊 不 不是 不是的话 难道你觉得 本公主 没能力去教 不 当然不是 那就好 常总管 公主 将这二人 给我带走 走 韩大夫 果然是懂礼数 那好 我也会给你体面 在皇上面前 替你美颜几句 既然没事了 那你可以走了 谢公主 下官告退 走 今日我们姐弟 严刑如麻 连令侯府 惊绕公主 特来请罪 你们也知道 让我烦心了 该怎么处罚 你们自己说 公主今日施以援手 于魏卿而言 恩同再遭 魏卿只愿从今往后 为公主牛马 为公主所趋 不管如何惩罚 魏卿 绝无悦言 公主 弟弟已受重创 要罚就 不 公主 够了 你们两个 这么多年以来 亦有什么事 都争着认罪 可今日你们招惹的 是皇上的宠臣 这般不知分寸 我能免了你们的罪责吗 当日 若不是韩大夫的马车 几乎撞到姐姐 我也不会鲁莽鸡马 勿伤韩大夫 但是 如果以后 再有此等事情 魏卿 照做不移 绝不后悔 魏卿知道 给公主带来了麻烦 一人做事一人当 公主 惩罚我一个人吧 公主 这一遍 就当是惩罚你 魏卿你记住 从此以后 唯我牛马 谢公主 谢公主 这个 本是父皇临终时 留给你姐夫的 如今 你姐夫要我将这个送给你 当作赔罪之礼 这是姐姐的心意吧 果然是血肉相连 这玉剑钩 刚好能配朕的心剑带领 你记着 皇位成于先帝 身上担的是千秋大叶就好 姐姐放心 朕自当守着这千秋大叶 一福当归 还有 这剑钩也是提醒你 剑钩 朝野处处勾心斗角 就算是万人之上 也当以这剑钩 时刻提醒 事实要沉得住气 时事如此 也由不得朕意气用事 弟弟 你看 祖母如同夜中明月 弟弟你 却似出生朝阳 夜 会晋 日 必立 这月光 又怎么能跟日光相比呢 姐姐 天下就如同这把剑 已经在你手中 只要你沉得住气 凡事都来日方长 何惧没有利刃出鞘的那一刻 只是历任出鞘之前 一定要记住 虚防铭枪案件 这个道理我怎么会不明白 赵婉王赃一死 窦英填坟又去关 朕所以事的仲臣都给除掉了 祖母属于许昌为相 朕也只得由他 今天是窦丞相离朝之日 剩下的 就只有他的奏书做提点了 陛下 刚接到回报 今日丞相府送来的书简布帛 全都被太皇太后的禁室所结 估计送往常乐宫去了 什么 宋儿见过祖 见过母后 坐 坐吧 秋萍啊 把千层棚 呈给皇上尝尝 诺 谢祖母 窦英这庸臣 绕乱皇上侍听 哀家命人将他 呈给皇上的 妖言货帝之物给烧了 赤儿 可别迁怒皇祖母啊 孙儿岂敢 赤儿 这些奸臣 只懂得察言观色 说些你想听的话 但这些都不是治国之道 治国不能急躁 动辄变革 只会动摇根本 这可是大忌啊 太皇太后亲自教诲 彻儿一定虚心受教 嗯 孙儿谢太皇太后提点 祖母外事考虑周全 是孙儿 不幸事故 平阳 你外游替哀家祈福 有何见闻 说给皇祖母听听 辛勤事情 祖母听得多了 也没什么特别的 只是这一路上 天汗成灾 鸡民处处 祖母若不反对 不如就让孙儿 前往霸上祭天 为众生祈福消灾吧 好好好 祭天四神之礼 也是帝皇碧学之一啊 朝政之事 慢慢来就好啊 诺 陛下 晓得已交代随从 皇上祭天后 欲往庆处歇息 无需跟来 两位恩师讳朕不倦 反而因朕 命丧黄泉 生事不能护二位周全 死后 也不能公然祭定 朕 欲心有愧 陛下 河水东流 诗人常在 朕今后 必当谨言慎行 待云衣丰满 定正痴高飞 放回皇上 放回皇上 都给朕退下 诺 请陛下恕罪 放在情形危急 随小人 行了 起来吧 谢陛下 你叫什么名字 段红 段红 段 坚韧有力 红 宽大而身 好名字 尼尔聪慕名 身手敏捷 不同一般的 进宫守卫多久了 谢陛下赞赏 小人也是刚得丞相提拔 才有幸提升为齐郎 为陛下保驾护航 丞相 杜丞相 杜丞相 斗鹰赠你宝剑 临走又安排你在朕身边 可见 你确定同耐 臣自有席文学武 尚未集冠 便姓蒙当时的淮南太守 冠夫上师 奔走军中 因而结识窦丞相 看来你跟朕一样 未到集冠之年 已有一番阅历 你一直在淮南军中 臣集冠之后 就在西本束手 直到前阵子才回到长安 恰逢窦丞相临别托付 主夫臣忠心跟随陛下 死而后 近来朕得心剑弹 心剑勾 正想着何时 能得把心剑 看来你就是朕的心剑 断红 誓死听凭陛下差遣 都应忠心一阵 连一行前 给朕安排永教 又写下剑文 可惜他上乘的 卷博左述 都被复制一句 朕未能侵毒 卷博 想必又是洋洋洒洒的 一片剑文 不 卷博上所说 不过六字 丞相写剑文时 臣也在场 是哪六字 苦鸡寒 逐金丸 苦鸡寒 逐金丸 如今天灾频繁 而官家巨广 不但不体恤百姓 反而以金丸戏弄灾民 让他们争相追逐 从中取恶 更有人因此受伤 甚至丧命 窦城相是希望朕 体恤民生 才给朕亲笔这六字 陛下恕臣直言 这六字并非是窦城相 亲自书写 是你 是一个民间女子 这女子虽素仪简朴 但气质无凡 能与寥寥六字 寄予当前时事 何见区区若女 都能胸怀天下 上执丞相 下执民女 都此般告诫朕 看来朕真的要往民间 多走几趟 了解百姓的生活实情 可是陛下咒武凡吗 恐怕 朕不忙于正事 才合了太皇太后的心意 反正回宫恰会经过平阳侯府 就顺道去探望一下皇姐吧 皇上亲临侯府 喜娘 到时在正门 安放玉座朱雀百花灯 堂前的违账 加细一些 必煞才愈 诺 给我换上刘金铜皮八足案 诺 常总管 在 你去挑一些最为捐好的婢女上菜 其他人一律不准入堂 诺 你是新来的长厨 这正是 在皇上面前 就别再露出 这副寒碜的笑脸了 诺 这菜食都不错 多加一顶仙礼吧 到时候你在这边候着 我若举杯朝你汗熟 你便另上新菜 皇上若暂好 便会换你出来谢恩领赏 谢公主 你从天亮开始就忙得气都不带喘 都怪为夫得罪了皇上 要劳夫人这般费力讨好 挽回地心 实在是过意不去啊 幸好我们府上养着一般女月 任皇上何时来也能尽兴 这些女月 是我多年心血 我等的就是今日 如果皇上真看中了谁 能为皇室延绵厚赐 到时候我平阳府 在宫里也算有个亲信了 夫人真是深谋远虑啊 上次我公然逆了皇上的意 此番见面难免尴尬 我早知你想躲着她了 外头不是还有些事物在处理吗 你就前往封地借此辟息吧 夫人果然是机敏过人哪 我这就预备其行 叶叔叔 嗯 你怎么还没换武艺啊 我一直在忙着 他们又在使唤你做这做那了吧 没有 大家都在忙 我便多尽点心 这橘皮能化坛清喉 妹秀姐该何用 叶叔叔 你知道大枣还有山楂放在哪儿吗 妙如她心神不宁让我 哎呀好了 你呀 快去为自己装扮一下吧 我见他们平日里就对你百般嘲弄 现在该你要预备出场了 他们又使唤你做别的 哎呀你何必为他们这么劳心劳力的呢 子夫本就是婢女一名 这些本该由我来做 是因为之前我的好姐妹沈佳 拉着我一起抱选女月 又无端被选中了 这才成了下品各机 再说了 我也只是一个候补的 根本就没有机会现眼 哎 找到了 你真的甘心当一辈子婢女啊 世事皆有机缘 若没遇见 也甘之如疑 只要一家人能在一起 安之乐之就好 哎 当然了 还要加上 不争不险不露 才能一生受优啊 哦 果然是个受教的丫头啊 我跟你说啊 你的眉目灿如日月 将来平阳府都藏不住你啊 长出的 皇上已经进城了 公主问一切是否准备妥当了 哦哦那你快去 别妨碍我啊 快快快 我这边一切都准备了 我准备妥当 陛下 陛下 陛下亲临 你可知道韦姐的 替你忙出忙进了整整一天 姐姐何必招 像平常一般家人就好 我只想弟弟心里欢畅 能开怀快乐一番 姐姐费心了 既然知道姐姐费心的话 就别再愁眉深色了 专心赏我听取吧 我跟我说 才能不能够 你还能够的 你还能够的 我和我一边 你还能够的 你还未够的 你还不够的 我一边 你还能够的 你还能够的 这是我 你还能够的 只是个民间女子 却又容纳天下的兄弟 学过了字 那时时写写练练才会记得牢 好啊 你晒花可以练字 我夏天也可以练字啊 嗯 大和哥哥 你教我多写几个字 我请你吃杏花糕 我知道段红哥哥最喜欢啦 哎 好 你也吃啊 观大哥 观大哥 怎么不入片石浸山 所以走走而已 大叔 这里可有星位的大娘 谁找我母亲 你不会是郑青吧 我是段红哥哥 段红哥哥 段大哥 段大哥 没想到在这儿见到你 我现在 不姓郑了 改根母亲姓 我叫魏青 哎 那你姐姐子夫呢 自从母亲去世以后 姐姐跟我一直住在这平娘府里 我没给你选了一些繁重的朱翠 怕压着发迹 反令你紧张 看我这个好看的吧 平日那些上品的姐姐可嚣张了 今天个个都垂头丧气的 皇上一个都没看上 怪女儿 这可是你的大好机会哦 待会儿到你现役的时候 记得别人俯身你就抬头 弄点花样让皇上看见 知道吗 快出去快出去了 到你们了快点出去 走吧 子夫 我 我有点害怕 我觉得 我好像说不出话来了 腿好像也动不了了 别怕 你跳得那么好有什么好怕的 就是就是 别怕 妙如 待会儿啊好好跳 千万别紧张啊 你没事吧 我难受 后来啊 我们就长大了 长总管看我们还算机灵 就把我们分配给平安活府办事 现在姐姐 给忙着帮大伙装扮 准备上场呢 妙如姐姐 你怎么了 我不舒服 好难受啊 我姐姐呢 她替我上场了 所有人都出场了 你不是说没机会上场现役吗 妙如身体不舒服 我顶替她的 我 你就这样登台现役啊 出差呢 挂室呢 我匆匆换了武服便赶过来了 没关系 反正我只在后面敲沁 不引人注意 别坏了他们演出就好 哎呀 你只会为别人着想 也该为自己打算一下吧 来来来来 你就算是站在后面了 我也不能这样上去啊 是不是 佳儿 你一定行的 别紧张啊 快去吧 来来来 你咱们知道 不是 人家听到我们的 好多好吗 你咱们要听到你 好多好乐 呀 朕是想着 一个民间女子 都能心怀民间疾狂 朕这个皇帝该如何去斗 才能无愧于心 既然你来姐姐这里 就该把一切烦心事丢开 否则的话 就枉费了姐姐的一番心思了 姐姐为朕解闻 朕很感激 只是此时此刻 欢歌悦舞 烦惹愁煦 电滴轻音便已足够 GUYS 段大哥 青青的那个就是我姐姐 黄奢不愈 啊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你是夜里温柔的颜色 静静地投影在我的轮廓 也许我让你心如刀割 等一个结果 古铁飞过沙漠 爱得太执着 人间的风光 都看过 在岭屋曾坐过的 是最动人的景色 你守卫在我心底 直到天地要将我们分离 你的笑脸比思念还清晰 你流水还沾滴 包围我的天地 你守卫在我梦里 我让一点留下一片痕迹 你的心比呼吸还细腻 你守卫的清晰 出席我的回忆 就算是你的心比,连我 你守卫我 在岭屋屋里 我守卫在你 你守卫的压火 我守卫在我心底下 你守卫在你